过年腌白菜 新年发大财 先把大白菜腌一下 用粗盐给大白菜搓个澡 让盐进入缝隙里 清水里倒一大把盐 搅拌搅拌 给大白菜做个盐浴 盖上被子 让白菜休息一晚上 第二点吧 检查一下 白芹部分也整个蔫了之后 清洗一下 咸蛋药正好 咸的话泡一会儿水就行 开始做调料 50号升料勺为准 一勺糯米粉 四勺清水 搅开 中小火煮至粘稠 把糊糊倒入六勺辣椒面当中 对了约好 一起直播腌辣白菜的朋友们 我把配方打在最后 现在先去把白菜腌一下 100克洋葱 半个苹果切块 一小块生姜 一整颗大蒜 打成泥 有请老板娘 倒入辣椒面中 调一下味 半勺鲜虾酱 半勺鱼露 半勺盐 一勺白糖 想吃外面卖的那种味的话 可以加一点鸡精味精 能接受的话就加 加点蒜苗搅拌均匀 尝尝咸淡 有请老板娘 均匀涂抹在白菜上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别宝 今天吃什么呀 简单点 大酱汤 今日火食 大酱汤和泡菜豆腐 先往锅里面倒水 大酱和辣椒酱 土豆 西葫芦 洋葱 泡菜豆腐其实是辣白菜五花肉的延伸版 先做辣白菜五花肉 然后再加豆腐就变成泡菜豆腐 这五花肉比昨天吃的牛排还贵 吃不行 不行这个肉油不多 倒点油进去 放白糖 酱油 放水 辣椒面 再放入泡菜 酱汤快OK了 放入 放洋葱 最后把火关掉之后 再把这些葱和辣椒放进去 放一圈香油 最后酱汤里边 放了辣椒和一些辣椒面 在旁边煮了一些豆腐 这个豆腐一会儿跟辣白菜一起拌 就变成了泡菜豆腐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之前去吃川菜我问他 你反正主要吃豆芽 为啥偏点毛血旺 因为你爱吃呀 今日火食 毛血旺 先炒红油 中小火 葱姜蒜 花椒干辣椒炒香 一勺皮线豆瓣酱炒香 六七十克火锅底料炒化 八百毫升的清水大火煮开 烧开后盐白糖鸡精调味 中小火煮十分钟煮出味道 其实可以直接下配菜煮 但是我们的目标是 没有辣椒 滤出残渣 青菜煮熟 垫碗底 豆芽煮两三分钟 在老板娘心里 这道菜就是豆芽嘛 把叶千层堵烫几十秒 黄鳝黑毛肚黄猴都没买到 鸭血五餐肉煮三到五分钟 放辣椒面 蒜泥干辣椒 油烧五六成放入花椒干辣椒 过山淋上热油 我是孝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